一起来看一下 古诗虽然多为描写现实生活 但也不乏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的诗句 没错的 永远不知中的 两句诗告诉我们 任何新生的事物都无法阻拦 都是无法阻拦的 它总会冲破阻力向前发展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已经背过这首诗了 哎 就是乐乐老师在这里说 我就记得 一只红尽书长来 是吧 来咱们看一下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只红尽出墙来 这个地方啊 这一直是争议 到底是春色满园 还是满园春色 我也是有点傻傻弄不清楚 因为我看到两个版本都有 两个版本都有 咱们到时候呢 学到这首诗的时候啊 看一看课内的教材 你一定要知道啊 一定要按照课内的教材 你千万不要说小德老师啊 我拿了一本这个 什么什么商务运输馆出的 什么必备八十种 上面写的是满园春色啊 哎 不要参考那个 因为那是外在的 不用管 就看你自己在 不管是人教还是苏教 还是什么 什么教 他内在的课本当中的 那一个字和语序 是什么 就可以了啊 千万不要看别人的 好 所以我在这里我也不敢 随便说什么 有可能苏教和人教就不一样 对吧 所以看自己的课本啊 好的 那么 老师在指导大家写作时 常常会引用 宋代著名诗人苏氏的 提西林地中的两句诗 什么 强调习作要多角度观察 多测明描写 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什么呀 刚刚说过 横看成名测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OK 这一句也是千古名句啊 朱熙的诗句 什么什么 告诉我们 只有不断的读书 学习 汲取新鲜的知识 吸取新鲜的知识 思想 才学智慧 才不会枯竭 永远充满活力和生机 来 大声的告诉我是那一句 尊举哪得 心清不许 为有源头 活水来 或者用为 因为是因为的意思啊 为有源头 活水来 OK 那么这一句也是 真的是千古名句 不会怎么办 记下来 背下来 好的 来 故事分类 珍惜时间的 有时候真的会考察这个 比如说 劝勉大家珍惜时间的诗句 有什么呢 让你填 比如说在这里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南麦 寸光阴 或者也可以填那个金鲤鱼里的 对吧 劝君吸取少年时 好 比如说让你填 胸怀广阔的诗句 是什么 比如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不是啊 还多广阔的胸襟啊 真的是为百姓着想 好 勤奋学习的诗句哦 刚刚说过 书山有路 秦为尽 雪海无涯 苦作舟 这个作是这个作啊 千万不要写错了 好的 继继续 热爱读书的诗句 有什么呢 书由药也 善读之 可以 医于 这个地方 这句是不是大家又不知道了 是吧 这句你可以记下来啊 非常有名 那么 游是什么意思 好像 就是书好像 就是可以药 对吧 你比如说你这个病 就是得治 你就得多吃点药 是吧 该吃药了 是吧 书就像药一样 它 你多读 读得好 是可以怎么样啊 医治你的这样一个笨 或者愚 不仅仅指的是 就是脑笨的意思啊 不是说就是那个笨的意思 但其实更多的就是 我不明白事理 这种感觉啊 并不是说笨 它其实愚 是愚之 我们说就是不明白 你没有是非观 或者你不太清楚 这其中的原委 都可以用愚啊 好的 来 写出下列古诗中 作者直接抒发 要做一个正直 高尚的人的 坚定志向的诗句 其实在这里 一看到这个啊 直接抒发的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间接抒发 就会脱物言之诗 是吧 脱物言之诗太多了 来 咱们看一下 木梅 哎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晰满乾坤 啊 只留啊 这个是留 没有有的音 只留 只留清晰满乾坤 然后呢 主使 咬定青山 不放松 立根源在 破 言中 还有什么 石灰 赢 本身碎骨 魂不怕 要留清白 在人间 你看都是这个留 所以说 在这里啊 他说 作者直接抒发 要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 但是其实这三句诗都是 哎 来突物言之诗 也就是借这个物来表明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类类型的人 对不对 也有这样的精神 难怕我再怎么样 但是我要留下清白 我要留下坚定的意识 OK 好的 来 先把诗句补充完全 再跟有关的词语联系起来 你看现在古诗词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招式有多少 是吧 我已经帮大家把诗句补充完整了 然后你就跟这边的连在一起 首先来读一读一起读一下诗句吧 水眼寸草心 报得三春灰 春风又绿 江南岸 明月何时 照我还 本是同根深 乡间何太极 白日放歌 须纵久 青春作伴 好还乡 OK 那么前三句我觉得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啊 特别是这个又绿的绿 大家记得吗 这有个故事是吧 比如说春风又吹江南岸 春风又 又浮江南岸 咱们他换了很多很多的字 但是最后用了一个绿 用的号 为什么 哎 春风你如果 哎又绿 你看也就是说突然间这整个江南啊 突然 生机勃勃 都是一片绿色 这都是春天的原因 他来了 我们并没有说吹啊 他说春风是吹的 是可以 但是他只有一个吹的音 但是感觉是一个触觉的感觉 吹 对吧 迎面吹来的风 如果我说绿 我是看到的 对吧 我闻到的有可能也有这个 哎 草香啊 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会有一个更加多重的感官 哎 那么当然好处有很多 还有这个 白日放歌 须纵久 青春作伴 好还乡 杜甫的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啊 这是一个他为数不多的非常欢乐的诗歌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写这首诗之前他得知了安史之乱结束 也就是这个史思明 这就是我们说安史之乱中 啊 那个我们可以说是那个史 对吧 啊 就是这 这也是一个叛军之一吧 然后呢 他其实导致了这个 还有安禄山嘛 对不对 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 那么长达七年吧 应该是造成这个唐朝的人民非常非常的困苦不干 不困苦不安是吧 觉得这个生活整个被打扰 社会秩序整个被扰乱 所以当这个最后这个这个史思明的军队输了以后 啊 这个 他就文文德这个消息 然后非常的高兴啊 就觉得啊 去看妻子仇和债 曼卷师叔 习欲狂 是不是 觉得就特别高兴 青春作伴好还乡 当然这个青春啊 不是说啊 这个我们正直青春的这个意思 他其实更多的就是明媚的啊 这个春光或者这个天气这种感觉啊 好 来看一下 如果相对应的话 神言寸早新 报德三春黑 写什么呢 慕爱慈慕迎是吧 OK 有子迎 有子迎 讲慈母的 是吧 慈母手中线 那么对于他来说我们感激有没有 当然有了 是吧 好的 还有什么 渴望 欢心 好像不太对 对吧 好 来看一下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怎么样 思乡之情 希望我尽快的回到我的家乡 是吧 而且这个地方 又绿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待了 不仅一年了 不仅是一个春天了 好几个春天了 是吧 又绿了 那么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呀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 望眼欲穿的 嗯 还有什么 望眼欲穿 渴望 算不算 当然算可望望眼欲穿的 好的 来再看一下 本是同根身 相间你何太急呀 是不是 哎你怎么能 我们都是兄弟 你怎么能够相互残杀呢 是不是啊 哎 对自己的哥哥说的啊 那么在这里 那么对于有悲愤吗 有 非常好 还有什么 哎 觉得我都非常的生气 你怎么能这样破坏你自己的弟弟呢 对不对 所以说 他这个地方 七步诗 就觉得写得非常的悲惨啊 来 白日放歌曲纵有 青春作伴好 环虾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喜悦的事 所以欢欣 收入阻挡 都有了 是吧 OK 你就觉得是开心的 因为真的 战争终于结束了 人民的生活终于要迎来和平了 是吧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的 嗯 去看妻子仇何在 你看都没有仇了 你想想他本身 他们一家人都受到这个 暗示之乱的影响 特别的困苦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仇了啊 咱们赶快回好还乡吧 对不对 好 来 名句效应 啥意思呢 9月9日一山东兄弟一世中 传颂千古的名句是 独在一乡 唯一课 特别是最后半句 每逢佳节 倍思亲 为什么呀 哎 当然了 这句就是写的好啊 我读到他 我就会思乡 对不对 我读到这句 我就想我爸妈了 是不是 写的就是好 哎 千古传颂 来 赠汪龙 赠汪伦 义诗中 李白勇 桃花盘水 升千尺 不及汪伦 送我情来表达 他与汪伦之间的深厚情谊 事儿中路由的 写作者新世的诗句是 死去源之 死去源之万事空 但悲不见 九周同 嗯 可以加一个引号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当然这个 他是着重提出了 写作者的新事 是吧 那么如果说是一种告诫 他后面两句 其实更加的有名 对吧 家寄无望 告乃翁 啊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那么你看这句 特别是什么桃花盘水 升千尺 我都说了几遍了 然后这个 说了几遍了 所以说一般还是那一句 考什么呀 名句 一首诗中的名句 OK 好的 来 古诗分类 继续来看一下 啊 季节就出来了 是吧 描写季节的诗句有什么 两个黄礼 名翠柳 一行白鹿 上青天 OK 还有什么 描写儿童 西系的诗句是 儿童挤走 追黄蝶 飞入菜花 无处寻 还有什么 哎 小江 你看这两句 比如说我还可以问你 夏天的呀 对不对 我还可以问你什么 乡村的安居生活的 啊 什么 小儿握拨连同 那个 就可以写进去了 是吧 小江是你视为知己的朋友 你可以用 鸟贵有益 人言 人贵有志 这句话来鼓励他从小树立远大的志向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那么这句话是有一点这种谚语或者俗语的类型 大家也可以记住它啊 好 来 古诗爱国又出现了 言为心生 文如其人 哎 这些人说了哪些话 值得你去称颂呢 被送爱国诗人路由 以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继无望 告乃翁 这句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无比渴望 这句 名句啊 一定要背下来 名句 而且千万不要写错了 家记的记 这个无望告乃翁 也就是说啊 怎么样 到时候如果 你看 王师北定中原日 当这个统一的时候 一定要来告诉我 怎么样 哎 告诉 你看 乃翁 你们的爸爸 你们的父亲 就是怒游我自己 是吧 告诉我 好 来表达他的祖国统一的 无比渴望 好 不服用 却看妻子 愁何在 慢诊师书 喜欲狂 白日放歌 虚送酒 青春作伴 好还乡 来再次强调一下作伴的作 是这个作啊 把内心的狂喜之情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啊 终于这个安时出乱算结束了 是吧 我们终于可以做过这个安稳的日子了 对不对 受不了战争了 是吧 这也是爱国的 好的 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糊花 可以感受到诗人 公子争的 什么样 为国家 为人民 无私奉献的精神 对不对 化作春泥 更糊花呀 是不是 当然这句诗我们现在用的时候 也会把它这个串用 比如说更多的啊 只要是情义类的 我们好像似乎都会用到这个啊 那么当然 要让你填空这几句是一定要填出来的 好吗 那么特别是第二句 我刚刚就跟大家提醒过了 你看 明句吧 明句肯定会好 OK 好 下面的 你问我春夏秋冬是什么 我就会告诉你 这就是春夏秋冬用诗句来表示的 当然每个季节有很多的诗 大家一起来先想一想 想完之后跟我一起来作答吧